哈喽大家好,我是雷 今天是评论来要起杜卡迪大魔鬼 说到大魔鬼,国内摩友一直争论不休 因为不仅仅杜卡迪叫大魔鬼 包括亚马哈也有台VMAX1700俗称大魔鬼 以我客人的角度来说 大魔鬼只有一台是亚马哈大魔鬼 但是亚马哈和杜卡迪不一样 亚马哈更像一台跑直线加速的车 也是因此牺牲了很多街区操控灵活性 但是亚马哈的骑行感觉和所有的车都不一样 是一台真正让你摸不到底的猛兽 而杜卡迪大魔鬼更像它重型巡航车 它既有微钢低扭的爆发力 也有巡航的舒适度和驾驶的灵活性 但从巡航来说,大魔鬼更胜一筹 因为我自己曾经也是一台亚马哈大魔鬼的车主 但如果说零把加速杜卡迪大魔鬼在2017年跑到42.9秒 后期在2019年跑到42.5秒 而亚马哈大魔鬼在2010年跑到42.5秒 这里有一张表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第一的是零木的GSX1000 在2006年跑下了2.35秒 未来我会把这个列表加速前时做一期合计 我们再说到杜卡迪大魔鬼 这个车自发布以来可以分为四代 第一代车型发布于2011年 第二代车型发布于2015年 第三代车型发布于2016年分为S版和普通版 第四代车型发布于2019年也分为S版和普通版 这其中2012年发布过AMG版 2013年发布过合金黑暗版 2015年发布过泰金版 2017年发布过柴油版 突然想起来亚马哈大魔鬼赢导是VMAX1700 不是VMAX1200 而且亚马哈大魔鬼是V型四缸发动机 而且排量一匹杜卡迪更大 实话实说杜卡迪赢了 把这个查给忘了杜卡迪车主得把我骂死 视频里这台就是第一代杜卡迪大魔鬼 在当年他用的是一台夜冷1198cc 四层层90度L型双缸发动机 每缸四个气码最大码力162匹 在97500转爆发119千瓦 在8000转爆发127牛米 用的6组变形裂条揣动 广状车甲 前轮胎17寸120 后轮胎17寸240 座椅高度700骑 整车净重210公斤 装备总重量239公斤 油线容量17升 最高时速252公里每小时 现在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 我们继续聊 这台车为什么起名叫魔鬼 其实这个名字来自于伯罗涅塞宇 当年杜卡迪做好了地台大魔鬼的约型车 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第一次参观这个车的时候 有一位来自伯罗尼亚的工作人员 用伯罗涅塞宇喊出了一句无知的通缉犯 大概的意思就是很邪恶 像是魔鬼 后期这台车直接用上了大魔鬼这个名字 并且当年杜卡迪大魔鬼的配置就非常高 全车可及的碳纤维配件 包括后座椅盖也是可拆卸的 使用LED远镜光单摇笔 并且把进气口也放在了油箱两侧 形成了非常完美的无缝裂接 下面是两侧散热器装油64毫米水动液轮 配合进气口可以在高转租下提高流量的3% 从而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散热 并且当年就配上了鲍鱼卡迪博士ABS 这种封层仪表上面主要写是转速时速 下面主要写是档位里程 包括一些模式切换 这个设计其实很像亚马哈大魔鬼 并且当年就标配了三种奇形模式 包括巴子的轻力控制 而且杜卡迪大魔鬼用特密排气是一举人 后期2012年发布了帮持AMG特别版 所谓特别版它的动力没有改变 主要改变的采用AMG标志性的五夫龙龙 也就是这个轮网是五夫的 还有就是用了铝制的散热格杉 包括AMG用动风格的排气 还有就是用了安康吞压的座椅 除了这些以外 据说用AMG压光碳线为车身 包括AMG钻石白亮条纹 并且油箱两侧也刻有AMG标识 后期2013年又发布了一个合金线两版 它的动力配置都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肉眼可见的 是用复古坐垫 包括油箱两侧的合金装饰灭板 包括把进气口改变成了激光式的进气口 除此以外可以说一模一样没有改变 后期2015年又发布了钛合金限量版 全球限量500台 所谓限量版配置动力都没有改变 只是油箱的灭料用上了钛合金 包括使用了碳锡位的进气口散热器盖 微型的挡风玻璃前后挡泥板 包括熏黑的锻造的骨骑排气 除此以外没有大的改变 后期到了2016年 杜卡迪终于发布了全新的大魔鬼 用上了液冷1262cc 四重成90度LC双钢发动机 每钢四个气码 最大马力156P 最大扭矩1880米 座椅高度755 装备总重量247公斤 相比上一代 它脚灯位置有四级可调 并且有五种不同的座椅 和三个不同的车把 乘客还可以选择带靠背的座椅 包括边箱 另外取行的发动机 也增加了DVT可别证实 主要的作用在低速驾驶 也可以实现全扭矩丰配 并且使用了皮带传动 增加了弯道ABS 杜卡迪自家的清理控制系统 吸行模式 寻号控制 弹车起步不是MU惯性测试单元 日接行车灯 并且封为S版和普通版 先大家听一下 这一代发动机成老 后期到了2017年 发布了杜卡迪大魔鬼柴油限量版 全球限量666台 这一代它的发动机 没有使用最新款的1260 而是使用了老款的1198的发动机 所以它的配置动力跟第一代是一样的 并且这台车不是柴油发动机 也不是烧柴油的 只是杜卡迪合作的公司叫柴油 所以是杜卡迪和柴油推出的限量版 叫杜卡迪大魔鬼柴油限量版 所以之前的都是骗人的 这不是烧柴油的 先听一下声浪 我们继续聊 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使用了 蓬克未到的手工磨砂缸有限 上面点住的肉眼可接的焊接缝 包括锚钉 并且使用了带有红色的甲鸡冰锡 酸纸中心盖 上面带有切入式的柴油回镖 并且这个红色的甲鸡冰锡 在切这种卡切包括列条上也可以找到 排气系统使用了黑色陶瓷涂层 除此以外 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了红色的LCD仪表盘 摩擦的前后挡泥板包括条纹作跌 到了2019款多块的大魔鬼 零版加速已经可以跑到2.5秒 不过视频里这台是2021款 它用的是一台夜冷1262cc 四重呈DVT可别正式90度L型双缸发动机 每缸四个气码双红滑塞 不是燃油烹射 用的56毫米同约性结气码 并且带有电传感操纵系统 它的顶配S版最大马力160匹 在97500转爆发118千瓦 在5000转就可以爆发127牛米 用的65毫米箱皮带传动 整车装备总重量249公斤 相比上一代用上的升级版的 额式惯性测试单元 9.1的前后ABS包括弯道ABS 暴雨的M50且制动卡切 带有DLC涂层的切插 包括形式模式可以选择 另外标配轻力控制系统 弹车起步系统 雄航控制 其实杜卡迪的配置都不用了 欧系车杜卡迪宝马奥古斯塔巴 而配置绝对是一绝 另外还有款都卡迪大魔鬼 兰博基尼卸量版 全球卸量6半30台 这辆车的灵感来自于兰博基尼 FKP37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车身涂装都是一样的 另外这一次主要的改变 在于使用了全新的锻造轮 碳卸位的进气口 散热盖 红色制动卡切 包括扰流板 油箱盖 座椅盖 也都是使用碳卸位的 除此以外 使用了金色轮固 金色车架 其后504完全可调解证器 才让土豪有购买的欲望 果然是土豪的世界 我不懂 好的大家好 我是小雷 今天视频们来聊天 极具末日风格的车辆 巨手摩托 坐这辆车的 是一个风蓝的重金属乐队 他们不是职业改装摩托的 也不是职业坐摩托的 就是一帮玩重金属的乐队 根据自己的风格 做的自己喜欢的摩托 而且他们不仅仅只做了巨手 包括做过三轮 胯子等等 非常多的摩托 都是这个乐队的成员 根据自己的喜好 为自己而做 可以说是一帮动手能力 非常强的小伙伴 强到车身所有零件都手工制作 并且瘸车没有一个电子戒 全部以机械为主 但是他的发动机 用的是RefTek的110立方 微型双钢发动机 外国人说的110立方 等于我们的1800cc 另外这台发动机 最大马力106匹 在5500转爆发 最大扭矩112牛米 在4100转爆发 用的6速变速箱 皮带传动 目前视频里看的是 这台车一个制作过程 它的前雪架 用的是一个中央节正器 前轮胎19寸160 铁质车架 刚制的外观件 不得不承认 外国的小伙伴 动手能力是真的强 主要他们改装车 可以改装出来自己的风格 比方这台车 到目前为止 都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油箱的凤凰图案 是个乐队的回标 后轮胎用的是 18寸360的款台 后挡泥板的十字架 这是重金属主要的图案 另外它的前头 为什么这么奇怪 因为这个乐队 非常信仰难玩 所以这个前头 有一定难玩灭绝的属性 除此以外 整车长2米98 重量400公斤 装配空气雪架 且后的刹车碟盘 雪车涂用特质的 死亡金属漆面 来体现哥特风格 前大凳用的是红色透镜 车把利用金属 做的仰角车把 包括反光件 整体造型都在模拟仰角 另外一些细节 包括前轮网 都是用的十字架风格 并且每一个十字架 都占有皮革 用的胶水粘链 轮网固定 用的是螺丝 这台发动机 这个颜色 做的是高温油漆 另外它是一个 化油漆的车型 这个十字架 是他们的一个标志 发动机后面 是一个中置传动 主要为了传动后轮 因为后轮胎太宽 需要一个中置传动器 包括这座椅 也是皮质的 做得起 所以看起来像是金属的 包括这个360宽态 应该是目前 摩车改装里 最宽的轮胎 这个角度 可以很清楚看到车把 这个车把是个 仰角风格 它把所有的泄露 全部穿到了车把里面 所以看起来 外面没有泄露 也没有反光件 没有仪表盘 除了能起 什么都没有 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据他们说 这台车重型很低 所以有很好的操控性 而且总改装时间 花费四个月 于2013年完成的改装 目前也夺得了 很多国际大奖 而且这台车 并不售卖 只作为个人收藏 不得不说 人家这帮小伙伴 都是能力真的强 并且把乐队 重金属 跟摩托结合的 恰达好处 第一页看上去 也没有很浮夸 很有重金属的感觉 也没有模仿的痕迹 玩的相当有范儿 视频最后 大家听下发动机成了 你们先看 我车来